这个问题回答的就比较简单了 能说哥哥新专辑里面哪一首歌 自己参与作词最多呢 应该就是 作词最多就是他 对他里面有 其实有三段是我的吧 就从第二段主歌 什么词来着 什么 他们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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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一段 对那一堆勒就是我写的 后面那一堆 不想他们怎么怎么样那也是我写的 还有一段 对勒有两段 勒有两段 突然间我忘了 可能想音乐我能想起来 那个就是当时从韩国回来之后 突然发现 爸妈和我去韩国之前的 可能外貌状态 整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看完了我就哭了 哭了我就进卫生间 把那个词就写完了 似乎全有 对就哭着写完了那个词 然后哭着写完了 对哭着写完了那个词 然后我录的时候也是唱到那哭的 所以我好像到那的时候 声音稍微有点哑巴 所以像我们还想多听你分享一下 就关于这首歌的一些故事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在开场的时候 其实有讲到这首歌 包括你有说到 这一句一句词都不能改 就一个字都不能改 我的词 我给小豪的词里面 我让他一个字 一个字都不能动 因为我是按排笔句那样 写的嘛 什么什么勒 什么勒 什么什么 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所以你也会比较期望 当听到这首歌的这个人 他在听到这个歌的某个瞬间的时候 也会想起自己和爸妈之间的温情时刻吗 还是你只是希望大家去体会这种氛围 我是觉得我整张专辑都是我差不多去年在准备的时候 我当下最想要的 然后他这首歌也是我当下比较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些故事吧 因为其实可能我自己经历的包括我的朋友能听懂歌词里写的是什么 然后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住在学校 然后回家晚了我可能要翻那个学校的大门 然后最后退役 包括最后慢慢的从韩国回来看到爸爸的样子 然后最后可能在别人眼里的成功吧 但是在我眼里就是我可能有路走了这样的一个一个阶段的一个递进吧 我挺想把这段故事记录下来的 就到了以后起码这首歌可以让我想起那个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 所以这首歌也是对你来说是一种回忆 或者是一种封存的这种回忆 回忆 记录 纪念 纪念 对对 还有一直没说出来的话 一直没说出来的话 对就是最后一句 现在有跟爸妈说出来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让他们听歌 还是没有 这种话怎么说呀 如果能随便说就不会写在歌里 就不会这么这么有感而发了 对 所以这样听下来其实在生活当中的你是一个比较含蓄的 其实我不大含蓄 但是就面对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挺含蓄的 对这种肉麻的话真的很难说得出口啊 对吧 都放在心里 都放在心里 但你还是希望他们能听到 放在心里的话 对 让他们听歌的时候能听到 对我希望他们知道我 我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一直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样 好 我觉得很有意义 能给 能给父母有这么一首作品 对你来说也是有回忆 有意义 而且有纪念的一件事 非常有意义 非常非常 也是我最爱的一首吧 最爱的一首歌 好 然后 那我